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 和茂密繁盛的植被 无数的恐龙在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 逐渐形成了繁荣热闹的恐龙世界 但是 一位神秘的博士潜入了恐龙世界 他的目的是 所有的恐龙都是属于粉宝宝的 所以 你们这次的任务是 马上前往恐龙世界 守护所有恐龙 太棒了 潮兴特工守护恐龙 出发 潮兴特工守护恐龙世界 太棒了 刚到目的地飞船就坏掉了 这就是恐龙世界 阿妩快看啊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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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恐龙啊 的确很壮观 但也很危险 猪猪侠 你可千万不要乱跑 恐龙世界 我来了 小飞 飞船的维修就交给你了 我先去把猪猪侠给带回来 没问题 猪猪侠 你 是一只霸王龙 但它好像受伤了 猪 别怕啊 我帮你检查一下 猪猪鞋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别紧张 我只是想帮你 我不会伤害你的 是不是好多了 终于被我找到你了 还是乖乖的和本宝宝回研究所吧 你是谁呀 没想到在这篇宇宙里 竟然还有不认识博士您呢 那就好好的给他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盒子见了都爆胎 恐龙见了都精带 礼貌与头脑兼具 思想与才华并重 智慧与知识化身的 坏坏不是 没错 就是本宝宝 顺带一提 我是最能干的机器助手 笨笨 还能变成笨笨车 原来他就是迷糊博士说的那个 恐龙小偷 什么小偷 本宝宝可是全宇宙最最最最有名的 天才科学家 你看 这就是我的证书 我管你什么天才科学家呢 总之你抓恐龙就是不对的 身为全宇宙最优秀的超新特工 猪猪侠和阿妩 我们要阻止你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竟然敢妨碍本宝宝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宝宝的厉害 魔方 他可不是一般的魔方 噪声泡泡枪 什么嘛 原来只是泡泡啊 猪猪侠 猪猪侠小心 这些泡泡有点奇怪 泡泡有什么好怕的 潮信特工从不退缩 猪猪侠 就这么点本事也敢和本宝宝作对 你们慢慢玩 本宝宝就先走一步了 狗狗鞋 你没事吧 为什么会从泡泡里发出好像爆竹一样的声音呢 或许小飞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开启远程协助模式 小飞 我们遇上了坏坏博士 被他发射的一些奇怪的泡泡给挡住了 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没问题 根据分析 这些泡泡里储存的都是噪声 噪声 在生活中 一切令人不适的声音 都可称之为噪声 噪声只要超过50分贝 就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长期待在超过90分贝的环境里 还会引起疾病 严重的 甚至会对警觉 造成永久性伤害 而刚才这个暴毒噪声 已经超过90分贝了 难怪我会这么难受 哎呀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独止噪声进入耳朵就行了 那好吧 嗯嗯 眼神协助到此结束了 你们继续加油吧 装备完毕 霸王龙 我来救你了 声音果然变小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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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关坏博士 放了霸王龙 哼 爆竹泡泡 竟然没用 那就试试我的电钻泡泡吧 哎呀 我们已经塞住耳朵了 嘿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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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吐血 啊 怎么会这样 啊 电钻造神超过了一百分贝 看来 简单的堵住耳朵没有用 必须增加阻断措施 就笑了 你们怎么还不死心 那就别怪本宝宝不客气了 这个威力简直就是炸弹 没错 这就是炸弹泡泡 它超过150分贝的强度 足够振于你们 给我乖乖地躺在地上吧 可恶 还挺会赌 小心 猪猪侠 躺在地上的超新特工 才是最可爱的 给我好好躺着 别再起来了 怎么会 你不是应该已经被本宝宝抓住了吗 可恶 下次本宝宝一定会成功的 霸王龙 霸王龙 小心 小心摔跤了 蜜狐博士 霸王龙这是怎么了 经过分析 它应该是暴露在150分贝的噪声中太久了 失去了听力 听力受损 也影响了它的平衡能力 啊 蜜狐博士 你一定有办法救它的对不对啊 嗯 我可以帮它制作一副助听器 不过 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段时间 就让霸王龙留在基地好了 啊 这 这不太好吧 它毕竟是霸王龙 嗯 阿妩 如果我们不帮它 就没有人帮得了它了 况且 它是为了救我们才变成这样的 那 那 那好吧 我也会帮忙的 谢谢小飞 谢谢阿妩 谢谢蜜狐博士 太棒了 小龙包 你的耳朵有救了 你可以留在基地了 啊 这么快 连名字都起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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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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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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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这头牛龙好像张着自己跑得快 在耍我们呢 可恶 可恶 居然敢耍本宝宝 那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咯 嘿嘿嘿嘿 你现在知道本宝宝的厉害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闻宝宝宣布你是属于我的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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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龙包 这是帮你恢复听力的机械耳朵 你别害怕呀 你看 非常适合你哦 怎么样 恢复听力的感觉不错吧 阿妩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害怕小龙包啊 有紧急情况 大家赶紧集合 明白 猪猪侠 几分钟前 快快博士将一只牛龙给掳走了 放心吧 小龙包 我们可是超清特工 绝对会把牛龙救回来的 你就和小飞一起留在基地 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有只牛龙 有只牛龙 跑得快 跑得快 可惜被我抓了 我要拿去研究 真开心 真开心 小朋友 你不知道这样突然走出马路是很危险的吗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 坏坏博士 快把牛龙放了 怕是属于恐龙世界的 上次放走了本宝宝的霸王龙 正想找你们算账呢 没想到你们就自己松上门来了 这次就让你们尝尝本宝宝的最新发明 手电机器人的厉害 小手电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 眼睛好痛啊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小朋友们 用强光说眼睛是不对的 大家千万不要学哦 小龙宝 阿妩 看来小龙帮也想去救牛龙 我们快跟上 这 这是上次那只霸王龙 小手电 快给我挡住它 霸王龙 霸王龙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你也会属于本宝宝的 小龙帮 你没事吧 这些强光太刺眼了 我们根本接近不了坏坏博士 刺眼 那我们就蒙着眼睛冲上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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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霞 我们还是找小飞帮忙吧 啊 对呀 我竟然把这个给忘了 开启远程协助模式 小飞 我们遇上了会发射强光的手电机器人 你能帮帮我们吗 没问题 要知道 光线有直射 反射和折射几种常见形式 根据分析 手电机器人正是通过强光直射 让眼睛产生眩晕 刺痛的特点 来阻止你们的 啊 对呀 光线也能反射 只要将强光反射回去 让灰灰博士也失去行动力 就能顺利救出牛龙了 好主意 哇 哎 啊 我正好把镜子带来了 当当 眼神仙珠就到此为止了 你们加油吧 阿妩 小龙包 就让灰灰博士 也尝尝被强光攻击的滋味吧 嗯 可是 灰灰博士已经跑远了 我没有车子 怎么追得上呢 哦 哦 我居然在骑霸王楼 再跑快点 跑快点 哦 我的乖乖 别焦急 很快就会到了 快快博士 快把牛龙放了 嗯 为什么他能骑在霸王龙身上 本宝宝都没骑过呢 哎 小手电上 看我的 强光反射 啊 哎呀 哎呦 喂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啊 我什么也都不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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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人呢 可恶 没想到他们竟然用镜子破进了我的强光小手电 哼 不过 你们肯定想不到 我还有杀手锏 零星光束 你们一走 本宝宝就能带走牛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明明跑到这里了 怎么突然不见了 该不会是隐形了吧 小飞说过 光除了直射反射也可以折射 据我所知 只要让光线在物体上发生折射 那我们眼睛看到的就会是别的东西 从而产生隐形的效果 嗯 他 他居然 连这个都知道啊 哦 就是说 坏坏博士 他有可能还在这儿 小龙包干得漂亮 先冷静一下 别冲动啊 可恶 闻宝宝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咧咧 咱见咯 坏坏博士 任务完成了 哈哈 阿妩 你还害怕小龙包吗 今天 可是多亏了小龙包的帮忙哦 嘿嘿嘿 之前是我太胆小 很抱歉 小龙包 不过 下次 你可不能再偷偷跟过来咯 因为 我决定让你加入超新特工 今后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跟着我们啦 嗯 太棒了 我宣布霸王龙骑士 诞生啦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嘿嘿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有只小猪 感觉好酷 每天会遇到的险阻 将近乘处 没有难度 多懂闹多毒抱多看鸡 耶 数 听着胸带着风踏着步 呜 爱冒险就不怕不怕就 不会输 勇敢的小猪 要用点粗 怕胆还是狠图 小驴是给脑力加速 加速 勇敢的小猪 要用点粗 怕胆还是狠图 小驴是给脑力加速 是的 他最 altijd真正的 最后 这很 evident 但是